启恶逢困敦五岳,进柔照射提格,凡二年有期,唐昭宗天元年,甲子,公元904年,五岳秉言,初二,朝廷加授和阳节度时张汉于为同平章时,昭宗在重政殿宴请朱全忠集文物五百官,宴席散后,昭宗又召朱全忠进内殿饮宴,朱全忠怀疑昭宗宗要谋害自己,不进去。 昭宗说,朱全忠不想来,可以让靖祥进来,朱全忠指使靖祥离去,说,靖祥也醉了欣慰初期,朱全忠东归,已害,十一日,朱全忠回到大梁,终一节度使赵匡宁派遣水军速流上三峡,攻打王剑所辖之魁州,主持渔州事务的王宗软等将他们打败,万州刺使张武座粗铁省断绝长江水流中央的航道, 在两端设立栅栏,称为所辖。 六月,李茂贞、王剑、李继辉传部席文和兵讨伐朱全忠,朱全忠任命郑国节度使朱有玉为行营都统,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攻击齐州、州,命令宝大节度使流放弃州,带兵前往同州驻扎。 鬼丑二十日,朱全忠统帅大军自大梁出发,向西讨伐李茂贞等。 秋季,七月甲子,初二,朱全忠路过东都洛阳,入城朝剑昭宗,人参,初十,到达河中。 西川朱将劝节度使王剑成李茂贞衰弱的机会,攻取奉降。 王剑为此询问节度判官冯娟,冯娟说,战争是凶器,残害百姓,耗损钱财,因此不应穷兵独武。 现在大梁朱全忠,晋阳李克用两虎相争,势不两立,如果朱全忠。 李克用的两支军队合而为一,发兵攻蜀,虽然诸葛亮再生,也是不能抵挡的。 凤翔是属的屏障,不如与李茂贞和睦亲善,结为婚姻,无事就治理农业生产。 操练军队,保卫巩固边界,有时就查看时机,看准破绽而行动,可以万无一失。 王剑说,好,李茂贞虽然是个庸才,然而有勇猛无所顾忌的名声,远近都怕他,与朱全忠拼力抗争虽不足。 但保卫自己却有余,使他作为我的屏障,得力很多啊。 于是,与李茂贞建立亲善关系。 丙子十四日,李茂贞派遣判官赵,前往西川,替他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勋求婚。 王剑把女儿嫁给李继勋为妻。 李茂贞屡次向王剑求索财务及铠甲兵器,王剑都给了他。 王剑征收赋税很重,没有人敢说。 冯娟借王剑的生日尽献送辞,先赞美他的功德,后陈述百姓的困苦。 王剑看了非常惭愧,智谢说,像您这样忠言之见,成就工业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于是,赏赐给冯娟金箔。 从此,赋税稍有减少。 当初,朱泉忠自奉祥迎接昭宗车架返回长安,见德王李玉眉目清秀,并且已经成年,很厌恶他,私下对崔印说,德王曾经窃具地位,哪里能够再留下? 您为什么不向陛下说? 崔印把朱泉忠的话向昭宗说了。 昭宗问朱泉忠,朱泉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我怎么敢私下一论? 这是崔印出卖我罢了昭宗自从离开长安。 每天忧虑发生意外事变,整天与和皇后沉眠酒中,或者相对哭泣。 朱泉忠让书密使蒋玄辉侦查昭宗的言行,昭宗的动静他都知道。 昭宗从容对蒋玄辉说,德王是朕的爱子,朱泉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因此落泪,要终止流血不止。 蒋玄辉将此情形详细告诉朱泉忠,朱泉忠更加不安。 当时,李茂珍、杨崇本、李克用、刘仁公、王健、杨行密、赵匡宁往来传疑习文,都以兴富皇室为辞。 朱泉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伐齐州。 州因昭宗有阴雾之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 想要另立右军,以谋求善让取代。 于是,朱泉忠派遣判官李镇到洛阳,与蒋玄辉及左龙武统军朱有公,又龙武统军是书从等谋话。 八月人银,十一日,昭宗在和皇后殿内,疏密使蒋玄辉选择龙武牙关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 夫人陪真一开门见兵士,说有急事奏报,用兵士做什么? 史太杀了他。 蒋玄辉问,陛下在哪里? 昭仪李建荣对窗大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 昭宗刚醉,急忙起来,穿着单衣绕住逃跑。 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 李建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他。 史太又要杀和皇后,和皇后向蒋玄辉哀求,才放了他。 鬼卯十二日,蒋玄辉假造诏令,称李建荣陪真一谋杀昭宗。 应该立辉王李作为皇太子,更明礼,代理军国政事。 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就前几位。 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 秉武十五日,昭宣帝即位,十年十三岁。 李克用再以张成业为监军。 淮南将领李神辅攻打厄州,没有攻克,适逢病重,回广陵。 杨行密以书州团练士碧阳留存代为昭陶使,李神辅不久就死了。 宣州观察使台去世,杨行密以自己的儿子衙内诸军使杨卧为宣州观察使。 右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卧说,吴王卧病,而令嫡子出番,这一定是奸臣的阴谋。 他日照您回来,不是我派遣的使者及吴王的令书,千万不要立即回来。 杨卧哭着道谢,就上路了。 九月几四,初八,昭宣帝尊和皇后魏皇太后,朱全忠率领的军队北边驻扎永寿,南边到达洛古,凤翔,宁的军队竟不出战。 新卫,初十,朱全忠率兵东环,冬季,十月,新卯朔,初一,出现日时。 朱全忠听到朱友公等杀死昭宗的消息,假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 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 鬼四初三,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扶在昭宗的灵鹫上痛哭流涕,又觐见昭宣帝,自臣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 在这之先,护卫皇帝的军事有在世上强迷的甲午、初四,朱全忠奏称朱友公。 是书从不能约束士族,侵扰皆是店铺,将朱友公贬为崖州司马。 恢复原姓名李燕威,是书从贬为白州司马,不久都赐令自尽。 李燕威自杀前大声呼喊说,出卖我来堵塞天下的指责,但拿鬼神怎么办?如此行事,还指望有后代吗? 秉申初六,平天节度使张权义来朝见。 丁友,初七,又任命朱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任命张权义为河南引兼中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士。 以四,十五日,朱全忠辞别前往藩镇,更需二十日到大梁。 镇国节度使朱友豫在黎原行营去世。 光州背叛杨行密,投降朱全忠,杨行密派遣军队包围光州。 光州与鄂州都向朱全忠告急。 十一月雾晨初八,朱全忠亲自统帅五万军队自颖州渡过淮河,在霍丘驻扎,分派军队救援鄂州。 淮南军队解除对光州的包围返回广陵,按兵步出来迎战,朱全忠分派朱将大肆掳掠淮南来让广陵陷于困境。 前岸中派遣渠州罗城使叶让杀死渠州刺使陈章,事情泄露。 十二月,陈章斩杀叶让而被判遣,投降杨行密。 当初,武安节度使马燕的弟弟马,生性沉着勇敢,侍奉孙儒,人百胜指挥使。 孙儒死后,侍奉杨行密,屡次立友战功,升任黑云指挥使。 杨行密曾无意中询问他的兄弟,才知道是马燕的弟弟。 大为惊讶,说,我常常奇怪你的气度奇特,果然不是平常的人。 应当让你回去,马哭着推辞说,我是淮西的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信任用。 湖南离此不远,曾经得到哥哥的问讯,我侍奉大王已经很久,不愿意回去了,杨行密坚决让他回去。 这一年,马回长沙,杨行密亲自到郊外为他践行。 从到长沙,马燕尚表请任从为节度复使。 有一天,马燕宇从商议向皇上进贡的事,从说杨王递广兵强。 与我将界接连,不如与他结为友好,从大处说可以作为缓急之缘,从小处讲可以有通商旅之力。 马燕变色说,杨王不是奉天子,一旦朝廷发兵讨伐,罪将涉及我们。 你放弃这种主张,不要为我招货。 当初,青海节度使徐彦若临终上表,见举副使刘尹代理刘后。 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青海节度使。 崔远到达江陵,听说岭南盗贼很多,并且畏惧刘尹不接受替代, 不敢前进,朝廷赵崔远回京师。 刘尹派遣使者用众会交结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奏请以刘尹为青海节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唐昭宣帝天二年,遗丑公元905年。 春季正月,朱全忠派遣朱江率兵进逼授州。 润州团练安人义勇敢决断,深得军心。 所以淮南将领王茂章攻打润州,过了一年没有功课。 杨行密派遣使者对安人义说,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 能够自负归来,当让你任行军赴使,只是部长兵权罢了,安人义没有投降。 王茂章挖地到进城,于是占领了润州。 安人义带全族上楼,众人不敢逼近。 此前,功成各将领望见安人义就骂他,只有李德成不这样,到这时,安人义召李德成登楼。 对他说,你有礼貌,我现在把功劳给你并且把自己的爱妾赠送给他。 于是,把弓箭扔在地上,李德成夹着安人义下楼,连同他的儿子在广陵街市斩首。 两支军队在牧州把陈巡包围,杨行密派遣西南昭陶使陶雅率领军队前去救援。 陶雅的军营中夜里受惊,许多士族遇有过营垒逃走,左右急必将寒求跑来报告陶雅,陶雅安睡不理。 片刻便自行安定,逃走的士族都回来了。 前派遣他的堂帝潜义及指挥使顾全武,王囚抵御,被陶雅打败,俘虏潜义及王囚返回广陵。 耕武,11日,朱全忠任命李镇主持青州事务,替代王师范。 朱全忠包围寿州,州人关闭营垒不出战。 朱全忠于是从霍丘带兵回去,2月新卯初二到大梁。 李镇到青州,王师范全族西迁,到蒲阳,换上素服骑驴前进。 到达大梁,朱全忠以客人对待。 上表请任李镇为青州留后,务须初九,朝廷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士权玉为太师,退休。 朱全玉是朱全忠的哥哥,杠后朴实,没有能力,先兼任安南,朱全忠自己请求罢免他。 这一天是摄日,朱全忠让蒋玄辉邀请唐昭宗诸子得王礼玉。 帝王礼,乾王礼系,夷王礼,穗王礼,井王礼密,齐王礼齐,雅王礼,穷王礼祥。 在酒取吃白酒,喝得酣醉,把他们全都勒死,抛尸酒取吃中。 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曹炎作,率领军队与杜洪共同守卫俄州。 庚子十一日,淮南将领刘存攻取厄州,升秦杜洪,曹炎作吉变州兵士一千余人,宋王廣陵,把他们全部杀死。 杨行密任命刘存为厄月观察室。 已有二十日,将圣幕景文孝皇帝葬于和陵,妙号昭宗。 三月更午,十一日,朝廷任命王师范为和阳节度室。 误言,十九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室独孤,笋同平章室,冲净海节度室。 任命礼部侍郎,和兼章文为同平章室。 假身,二十五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室陪书,位左扑设,摧远,为右扑设,一并停止参与政事。 起初,柳灿忠近世,不到四年生为宰相,生姓成巧轻浮。 当时皇上左右都是朱全忠的亲信,柳灿想尽办法去侍奉他们。 同时,位列宰相的裴叔、崔远,独孤损都是朝廷素负众望的人,心中看清他。 柳灿以此怀恨在心。 和王礼服的师父张廷范本是戏子,朱全忠宠爱信任他。 柳灿奏请任命他为太长卿。 裴叔说张廷范是有功劳的大臣,有方振来安置他,何必给他掌管理乐的太长卿? 恐怕不是元帅的意思,相吃不下。 朱全忠听到这些话,对宾客辽佐说, 我常认为裴十四的气量见是真诚纯粹,不入轻浮浅薄之流。 官此议论,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了,柳灿借此在朱全忠面前诬陷裴叔以及崔远,独孤损,所以三人都被罢去宰相之职。 朝廷任命吏部侍郎杨舍为同平章士,杨舍是杨收的孙子。 为人和平宽后,恭敬谨慎,听到认为宰相,与家里人相对哭泣,对他的儿子杨宁是说, 这是我家的不幸,一定成为你的连累青海节度史刘尹加封同平章士。 仁臣,河东都压崖盖遇死,遗书劝李克用减少营建工程,减轻赋税,征求贤财。 夏季,四月庚子十二日,有会星从西北方出现。 淮南将领陶雅惠同渠州,牧州的军队攻打雾州,前派遣他的弟弟钱彪率兵前聚救援。 五月,礼院上奏,皇帝登位应该祭祀南郊,赤令在十月甲午,初九举行。 以丑,初七,惠星伟长贯穿天空,柳灿仗势朱全中的势力,自以作威作福。 是否有会星出现,占卜的人说,君臣都有灾祸,应该诸杀以应天意。 柳灿因此向朱全中上书,列举他平日所不喜欢的人说,这些人都聚集同伙,横家议论。 怨恨不满,应该拿他们遏止灾祸。 李镇也对朱全中说,朝政不能治理的缘故,确实是由于官员中的轻浮浅薄之喜,紊乱法纪。 况且大王想要图谋大事,这些人都是朝廷中难于制服的人,不如全部除去他们。 朱全中以为是这样。 鬼丑十五日,贬独孤笋为帝州刺史,赔书为登州刺史,崔远为来州刺史。 以害十七日,贬吏部尚书陆为婆州私户,公部尚书王谱为资州私户。 庚臣二十二日,贬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崇为曹州私户。 兵部侍郎王赞为为州私户。 其余或者豪门贵州,或者科举吉地,在三省台阁任职,以明节自居。 生育政绩稍微显著的人,都被指为轻浮浅薄,贬官驱逐连日不断。 朝中官员为知一空。 新四二十三日,右贬裴书为龙州私户,独孤笋为穷州私户,崔远为白州私户。 假身,二十六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宁派遣使者与王健和好。 六月物子说,初一,赤令裴书,独孤笋,崔远,陆,王浦,赵崇,王诞等同时在当地赐令自杀。 当时朱全忠把裴书等人及被贬斥的朝中官员三十余人聚集在华州白马役。 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黄河。 起初,李镇屡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不忠,所以很极度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朱全忠说, 这些人常自称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入黄河,使他们成为着流。 朱全忠笑着依从了李镇。 李镇每次从汴州到洛阳,朝廷一定有被放逐的官员,当事人称他为猫头鹰。 每件朝中的官员都是遗旨气势,旁若无人。 朱全忠曾经于鼠官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面,朱全忠自言自语地说, 这朱柳树适于于坐车谷,鼠官没有响应。 有几个游客起身响应说,适于坐车谷朱全忠勃然大怒,声音严厉地说, 书生之辈喜好顺口附和以玩弄人都像这样。 车谷必须用鱼木制作,柳木岂能制作。 环市左右的人说还等待什么? 左右数十人,拉出说是一座车谷的游客全部打死。 以丑出二,辞官家居的司空培制,被贬为青州私户,不久次死。 柳灿于怒所注释的人还不止数十人,张文为尽力排解才停止。 当时士大夫躲避祸乱,多不到朝廷来。 仁臣,初五,赤令所在周县都催遣送他们到东都洛阳来,不得滞留。 前司勋园外郎李延谷是李德玉的孙子,离官住在河南府的平泉庄。 诏令下达后没有到洛阳来,勿深,二十一日则受魏魏寺驻部。 秋季,七月鬼害,初六,以太子宾客退休的柳迅被贬为曹州司马。 耕午十三日夜里,天雄牙将李公与牙军谋划作乱,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察觉了他们的活动。 李公焚烧节度使辐舍,抢劫掠,逃奔苍州。 八月,王健派遣前山南西到节度使王宗赫等率兵在荆州攻击招信节度使冯航席。 朱全忠因为山南东到节度使赵匡宁东面与阳行密彼此相通。 西面与王健结位婚姻,已为初九派遣武宁节度使阳师后率军前去攻打他。 以害,十三日,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随后前进。 处州刺史卢约派遣他的弟弟卢吉攻下温州,张会逃奔福州。 前派遣方永瞻救援吾州。 起初,礼部元外郎和制告司空徒放弃官职,住在渔乡王关谷,唐昭宗屡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作官。 柳灿用诏书征召他,司空徒害怕,到洛阳入朝觐见,假装是衰老粗野,朝物掉落,丧失一态。 柳灿于世又搬下诏书,大略说,司空徒既自命清高来清灭世人,却似扬言遗山者孤名调狱又说,司空徒不是博仪,也不是柳夏慧。 难以在公平正职的朝廷里担任官职,可以放他回山司空徒是林怀仁。 杨师后,公下唐、邓、傅、颖、隋、军、房七周,朱泉中驻扎在汉江北岸。 九月新汉,初五,朱泉中命令杨师后在英谷口做浮桥,鬼害。 初七,绿兵渡过汉水。 甲子初八,赵匡宁率领二万军队在汉水边上列阵,杨师后与他作战,把他打得大败,于是逼近襄阳城下。 当天晚上,赵匡宁焚烧俯城襄阳,率领他的族人及部下将士沿汉水逃奔广陵。 以丑,初九,杨师后进入襄阳,丙吟,初十,朱泉中跟着到达。 赵匡宁到达广陵,杨行密跟他开玩笑说,您在翻阵,每年用金箔禁纳给朱泉中,现在败了,这才归顺我吗? 赵匡宁说,朱侯为天子做事,每年缴纳赋税是他的职分,哪里是缴纳给贼人朱泉中呢? 今天归顺您,正是因为不从贼人的缘故,杨行密后代他。 丙吟,初十,赤丰皇帝李为颖王,李为蔡王。 丁卯,十一日,京南节度使赵匡明率领二万军队放弃江陵城,投奔成都。 戊尘,十二日,朱泉中以杨师后为山南东道流后,率兵进攻江陵。 到达乐乡,京南衙将王健武派遣使者迎接投降。 朱泉中任命都将贺为京南流后,不久,朱泉中上表奏请任命杨师后为山南东道截度使。 王宗贺等进攻冯杭席,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 丙子二十日,冯杭席放弃荆州,逃奔军州。 他的不将全师郎县城投降,王健将全师郎姓名改作王。 宗郎补受荆州观察使分割渠,扒开三周归他管辖。 已有二十九日,赵令改用十一月鬼友十九日,亲自举行交赐。 淮南将领陶雅,陈张夺取雾州,活捉刺食沈下而回。 杨行密任命陶雅围江南多招陶使,摄、雾、渠、穆、穆观察使, 任命陈张围渠、雾复招陶使。 陈张攻打济阳,两着将领方席把他打败。 方席进攻勿州,豪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归主持豪州事务。 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卧,向来没有好名声,节度使府的人都轻视他。 杨行密卧病,派遣节度判官周隐前去召回杨卧。 周隐为人于职,回答说,宣州司徒杨末轻易听信谗言,喜好基求严久,不是宝家的主人,其余的儿子都又小,不能控制各位将领。 卢州刺使刘威,跟随您从低剑室兴起,一定不辜负您,不如让他暂时带领军府事务,等到诸子长大再传授给他们杨行密不应声。 左右牙指挥室徐温,张浩对杨行密说,您一生出万死,冒见时,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能让别人占有他呢? 杨行密说,我死也明目了周隐是苏州人。 某一天,将领,左官探问病情,杨行密用眼睛示意幕僚严可求留下来,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您如果有不测,军府怎么办? 杨行密说,我命周隐前去召回杨卧,现在苟言惨喘,等待他严可求与徐温到周隐处。 周隐没有出来见面,蝶文还在桌子上,严可求就与徐温取了蝶文,太遣使者前往宣州召回杨卧。 严可求是同州人,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冬季,十月秉须朔,初一,朝廷任命朱全忠为朱到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元帅府。 这一天,朱全忠部署将士将要返回大梁,忽然改变计划,想要乘胜进攻淮南。 静祥直言劝说道,现在出兵不到一月,平定荆州,襄阳两大藩镇,开辟将于数千里,远近听到这事,没有不震惊的。 这个威望值得珍惜,不如暂且回去,停止战争,等待时机行动朱全忠不听。 朝廷改召信军为荣召军,新卯,初六,朱全忠自湘州出发。 人臣初期到达早阳,遇到大雨,自深州到光州,道路崎岖狭狭窄,满是烂泥积水,人马疲乏,士族还没有东一,多数逃跑了。 泉中派人对光州刺史柴在用说,献成归降,我任命你为蔡州刺史,不献成归降,将要屠杀全城人。 柴在用颜家防守戒备,披甲登城,看见朱全忠,拜扶在地,非常恭敬,说光州城小兵弱,不值得惹大王动威发怒。 大王如果先攻克寿州,岂敢不听从命令朱全忠在光州城东留住十天,就走了。 启聚狼苏凯是礼部尚书苏巡的儿子,向来既无才能,又无品行,前宁年间考中进士。 昭宗复士将他贬斥,并且永远不准他再入科场考试。 甲午,初九,苏凯率领同僚奏言,嗜好美恶,臣子不能私定。 先帝的嗜好大多亦美之词,祈求在详细商议这件事下达太长去办,丁有十二日。 张庭范奏请改昭宗士号为功龄庄敏孝皇帝,庙号为襄宗,赵令依从张庭范的建议。 杨行蜜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卧到达广陵。 辛丑十六日,杨行蜜诚至任命杨卧为淮南留后。 雾身二十三日,朱全忠从光州出发,迷失道路一百余里,又玉宇,等到抵达兽州,兽州兵民已经兼臂青野来等待他。 朱全忠想要包围寿州城,但没有树木可以用来修建栅栏,于是退兵驻扎正阳。 鬼丑二十八日,朝廷将成德军改名为武顺。 十一月秉晨初二,朱全忠度过淮河往北去,光州刺史柴暂用绕道袭击他的后军。 斩首三千级,获得气泻粮草数以万计。朱全忠后悔此行,暴躁发怒格外厉害。 丁卯十三日,朱全忠到达大梁。 在这以前,朱全忠急于传位善让称帝,密令蒋玄辉等商议筹划。 蒋玄辉与柳灿等人商议,由于卫,近以来都是先锋大国,加九溪之礼,特殊的礼遇。 然后接受善让,应当依次序进行。 于是,先授给朱全忠诸道元帅,用以表示有先后次序,并以刑部尚书陪敌担任宋官告使,朱全忠勃然大怒。 宣辉副使王殷,赵殷恒极度蒋玄辉专权受宠,想要得到他的位置。 因此向朱全忠诬陷蒋玄辉说,蒋玄辉、柳灿等想要延续唐氏的宗脉, 所以吃缓善让的事来等待事变,蒋玄辉听说后非常害怕,亲自道寿春,详细地说明这件事的情形。 朱全忠说,你们巧言陈述无关紧要的事情来阻止我,假使我不受九溪之礼,难道不能做天子吗? 蒋玄辉说,唐氏的气数已尽,天命归属大王,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知道。 玄辉与柳灿等不敢违背恩德,但由于现在晋、燕、齐、蜀都是我们的敬敌,大王突然接受善让地位,他们心里不服,不能不设法尽力尽义,然后取得地位。 这只想为大王创建万代基业罢了,朱全忠大声责骂他说,奴才果然反了。 蒋玄辉京剧立即告辞回洛阳,与柳灿商议行九溪之礼。 当时,唐昭宣帝将要举行祭天四点,百官已经练习礼仪,陪迪从大梁回到洛阳。 传达朱全忠生气时说的话,柳灿、蒋玄辉等想要延长唐氏的福运,才交似祭天柳灿等惧怕。 跟五十六日赤令改用来年正月上旬的新日,赵殷恒本来姓孔明旬,是朱全忠家奶妈的养子,所以冒充姓赵,后来渐渐显贵。 恢复原来姓明。 人参十八日,赵匡明到成都,王健用课礼招待他。 唐昭宗发丧,朝廷派遣哀使司马卿前往成都宣誉王健,到这时才进入蜀境。 西川长书记违装替王健谋话,派武定节度使王宗婉告诉司马卿说, 蜀地将士是说唐氏恩惠,去年听说皇上东迁洛阳,供上二十表,都没有回答。 不久,有逃跑的兵族从汴州前来,听说先帝已经遭诸泉中杀害。 泉属将士正在日夜整个一带,想为先帝报仇。 不知道现在使者前来宣誉什么事? 社人您应该自己考虑去留司马卿于世回洛阳。 庚臣,二十六日,五五中王杨行觅并逝,淮南江左共同请求宣誉使李衍承治任命杨卧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 监视中,洪农郡王,柳灿,蒋玄辉等商议家诸泉中九夕之礼,朝中官吏多数心怀愤恨。 唯独礼部上书苏巡扬言说,梁王功业显赫盛大,天道所归,朝廷应该迅速把地位让给梁王朝中官吏没有敢为抗的。 新四,二十七日,任命朱全中为相国,总理一切事务,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右国、和阳、义武、朝义、宝义、荣昭、武定、太宁、平卢、中武、匡国、镇国、武宁、中义、京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并加九夕之礼。 朱全中怨恨他们迟缓,辞让不接受。 十二月雾子,初四,派书密时蒋玄徽捧着亲笔诏书到朱全中处宣旨。 鬼四,初九,蒋玄徽自大梁回到洛阳,说朱全中的怒气没有消减。 甲午初时,柳灿奏称,众望归向梁王,陛下放弃沉重的负担。 现在正是时候当天,派前柳灿前往大梁传达善让地位的意思。 朱全中拒绝接受。 当初,柳灿陷害朝中官吏过多,朱全中也厌恶他。 柳灿与蒋玄徽,张廷范日夜饮宴聚会,身相交结, 替朱全中谋划善让地位的事。 和太后哭着派遣工人阿浅,阿秋向蒋玄徽转达意愿, 说他日善让地位之后,请求保全母子活命。 王燕,赵英恒诬陷蒋玄徽,说他与柳灿,张廷范在积善工业宴, 对着和太后焚香发誓,约定兴赴唐氏地位。 朱全中相信他们的话,已为十一日逮捕蒋玄徽及封得库使应虚, 欲处使朱建武关押在河南府监狱。 任命王燕暂时主持书密院,赵英恒暂时处理宣辉院事务。 朱全中三次上表辞让关于魏,九夕的赵明。 丁有十三日颁照原准朱全中的辞让, 再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 然而朱全中已经改修大梁辐射为宫殿了。 这一天,斩蒋玄徽,杖杀应虚,朱建武。 庚子十六日,取消书密使及宣辉南院使, 指涉宣辉使议员,任命王燕担任赵英恒任副使。 辛丑十七日,斥令停止工人宣传赵命及参与朝会, 追葛蒋玄徽官职为兄弟百姓, 令河南府把蒋玄徽的尸体抬到兜门外, 聚众焚烧。 蒋玄徽已经死了, 王燕,赵英恒又诬陷蒋玄徽与和太后私通, 让宫人阿丘,阿钱通道往来。 已有二十五日,朱全中密令王燕, 赵英恒在击善宫害死和太后, 斥令追费和太后魏平民。 阿丘,阿钱都在殿前用刑杖打死。 更需二十六日, 因为皇太后之丧, 停朝三日。 辛亥二十七日, 颁布斥令, 因为宫廷内乱, 停止来年正月上新南郊祭天四点。 鬼丑二十九日, 守司空兼门下侍郎, 同平章市柳灿被贬为登州刺室, 太常青张庭范被贬为莱州私户。 贾寅三十日, 将柳灿在上东门外斩首, 在都中闹市车列张庭范。 柳灿临行时大喊说, 富国贼子柳灿, 死得应该啊! 西川将领王宗朗不能守卫荆州, 便焚毁成义, 逃奔成都。 荣昭节度使冯杭席又夺取荆州, 奏称, 荆州荒凉惨败, 祈求将军府迁往荆州朝廷准从, 改任冯行席同陵武安军。 陈巡不能守卫穆州, 逃奔到广陵, 淮南昭陶使陶雅入城占据穆州。 杨沃离开宣州时, 想要带着他的帐幕及亲兵启程, 观察使王茂章不同意, 杨沃怨怒。 席位以后, 太前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率兵袭击王茂章。 湖南军队侵犯淮南, 淮南衙内指挥使杨镖把湖南军队击退。 天佑三年, 丙吟, 公元906年, 春季, 正月仁须出八, 零五节度时韩迅奏爆吐蕃七千余骑兵在宗高谷扎营, 将要攻击末及攻取粮。 李简的军队突然到达宣州, 王茂章估计不能守住, 率众投奔两者。 亲兵上菜人雕艳能以母亲年老推辞, 不跟从同行, 登城告诉兵众说, 王府命我召集告语你们, 大兵就要到了众人因此安定下来。 陶雅害怕王茂章断绝他的归路, 带兵回涉州, 钱又夺取穆州。 钱任命王茂章担任镇东节度副使, 改名王景仁。 遗丑十一日, 靖海节度使屈成玉加官同平章士。 当初, 田城寺镇守魏伯, 选穆六州缴建勇蒙武士五千人为衙军, 给予他们优厚的吉养赏赐, 即以保卫自己作为心腹亲信。 从此, 父子相继, 亲族团结, 年久更加骄傲专横, 稍不如意, 就消灭旧主帅而更换。 自始县城以来的节度使都是立于他们之手。 天雄节度使, 罗绍威心里厌恶他们, 但力量小不能制服他们。 朱全忠包围凤翔的时候, 罗绍威派遣军驾杨立岩秘密地把情况告诉朱全忠, 想借他的军队诸面衙军。 朱全忠因为当时军情紧急, 没有空闲时间依照罗绍威的请求, 暗中答应了他。 等到理工作乱, 罗绍威更加畏惧, 又派遣衙将脏言范催促朱全忠。 朱全忠这才发河南等镇兵十万, 派遣他的部将李四安率领。 惠同魏博, 阵级的军队驻扎深州乐城, 声言攻击苍州刘守文, 讨伐他接纳天雄叛将李公。 适逢嫁给罗绍威之子罗廷归的朱全忠之女死了, 朱全忠派遣客将马四勋在口袋里装满铠甲兵器, 挑选常年警卫的兵士一千人装作挑夫, 率领他们进入魏州, 欺骗说是前来会葬。 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跟在他们的后边, 说是到行营去, 魏博的衙军都没有怀疑他们。 跟五、十六日, 罗绍威秘密地派人进入武库把弓弦, 铠甲细带弄断。 当天晚上, 罗绍威率领他的加奴兵客数百人, 与马四勋合击衙军, 衙军想要应战弹弓甲都不能用了, 于是全营衙军都被杀死, 一共八千家, 婴儿幼童没有遗留一个。 第二天早晨, 朱全忠带领军队进入魏州城。 新魏十七日, 朝廷任命暂时为宁远留后事务的庞聚昭, 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同时为节度使。 更晨, 二十六日前前往牧州, 西川将领王宗软攻打归州, 俘获归州将领韩从石, 陈章听说陶雅回赦州, 自雾州退走保卫渠州, 两者将领方勇真等攻取雾州, 进攻渠州。 杨沃派遣先锋指挥使陈之心攻打湖南, 三月遗筹十二日, 陈之心攻克越州, 驱逐刺使许德勋, 杨沃任命陈之心为越州刺使。 雾银二十五日, 朝廷任命朱全忠为盐帖, 杜之、户部、三思都致志使。 三思之名开始于此时, 朱全忠辞谢不接受。 夏季, 四月鬼魏朔, 初一发生日时, 罗绍威消灭衙军后, 魏伯各军都非常害怕, 罗绍威虽然屡次安抚小玉他们, 但猜疑怨恨更加厉害。 朱全忠在魏州城东扎营数十天, 将要北上巡视行营, 恰巧天雄崖江使人欲作乱, 聚众数万, 占据高堂, 自称天雄流后, 天雄巡内各县多数响应他。 朱全忠把军队移入魏州城内, 派遣使者召唤行营兵回来攻高堂。 行营兵到达力庭, 其中的卫兵作乱与使人欲相呼应。 元帅辅佐司马李周仪, 又司马辅道昭攻击作乱卫兵, 杀死近一半又进攻高堂, 江城夺取, 城中兵民无论年少年长全都死了。 活捉了使人欲, 用锯把他锯死了。 在这以前, 使人欲向河东及苍州求救, 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四昭, 率领三千骑兵进攻行州来救援。 当时, 行州兵才二百名, 团练使牛存杰守城, 李四昭连攻七日没有攻下, 朱泉忠派遣又长职都将张云率领数千骑兵帮助牛存杰守城。 张云在马岭埋伏军队攻击李四昭, 把他打败, 李四昭逃跑离去。 一昌节度使刘守文遣一万军队攻贝州, 又攻济州, 攻克县, 进攻复城。 当时, 郑州大将王健在宗城攻打魏州叛将李重霸, 朱泉忠派他回去就冀州, 苍州军离去。 秉武, 十四日, 李重霸弃乞城逃走, 汴州将领胡归追击, 把他杀了。 镇南杰度使中传任命杨子中延归为江州刺史。 中传去世, 军中立中传的儿子匡时魏刘后。 中延归怨恨不利自己魏刘后, 派遣使者投降淮南。 五月丁四初五, 朱泉忠前往州, 于是巡视北边, 查看兵器装备, 然后返回进入魏州。 秉子二十四日撤销戎昭军、 军州、 房州和并署中义军, 任命武定杰度使逢行席为匡国杰度使。 杨沃任命周刺史秦陪为西南行营都招陶使, 率兵在江西攻击镇南流后中匡时。 六月假深, 初二又恢复中义军为山南东道。 朱泉忠以长安宇州, 齐州相邻, 屡有战争, 上奏江右国杰度使韩剑调道资清, 任命资清杰度使常设人王施仲为右国杰度使。 秋季、七月朱泉忠攻克襄州, 当时魏伯乱兵散俱备, 伯、禅、湘、魏武州, 朱泉忠分别派遣朱江攻击讨伐, 到这时全都平定了, 于是带兵回河南。 朱泉忠在魏州留居半年, 罗绍威按需要攻击, 所杀牛、羊、 朱近七十万钱, 物资粮草与此相当, 贿赂赠送的财货又近百万。 等到朱泉忠离开, 积蓄筑藏全空了。 罗绍威虽然除去了威胁自己的衙军, 但是魏伯军队从此衰弱了。 罗绍威为此非常悔恨, 对人说, 聚集所属六州四十三线的铁, 也住不成这次大错啊。 人参, 二十一日, 朱泉忠到达大梁, 秦蓓到达洪州, 在辽州驻扎, 众将领请一江水设立迎战。 秦蓓没有听从, 中匡时果然派遣部将刘楚占据其地。 朱将淹此抱怨秦蓓, 秦蓓说, 中匡时的永江只有刘楚一人, 如果他率众守城, 不能突然攻克, 我故意让出要害之地引他出来罢了。 不久, 秦蓓攻破迎债, 俘获刘楚, 于是包围红州, 饶州刺使唐宝, 请求投降。 八月已有, 初四, 李茂珍派遣他的儿子李侃到西川做人质。 王健让李侃主持彭州事务, 朱泉忠认为幽州流人公, 苍州刘守文父子相为首尾, 是魏州罗绍威的威胁, 想要先攻取苍州。 贾臣, 二十三日, 率领军队从大梁出发。 两者的军队包围渠州, 渠州刺使陈张向淮南告急, 杨沃派遣左乡马步都于后, 周本率兵迎接陈张。 周本到达渠州, 这人解除包围, 再城下列阵, 陈张率众归于周本, 两者军队夺取渠州。 吕施造说, 这人离我们很近, 却不发动进攻, 是轻视我们, 请攻击他们。 周本说, 我受命迎接陈史军, 现在他也到了, 为什么再战? 他们一定有对付我们的办法, 于是带领军队返回。 周本为军队垫后, 这人在后面跟踪, 周本中途设下埋伏, 把建军打得大败。 九月新亥朔初一, 朱泉中游白马渡过黄河, 丁卯十七日到苍州, 驻扎在长庐县, 苍州军队不出站。 罗绍威运送两响, 自卫州到长庐五百里, 路上连续不断, 又在卫州建筑元帅辐射, 经过的议庭都供应九十, 账目, 各种器具, 上下数十万人, 没有一件不准备周全。 秦培攻克洪州, 俘虏中匡时等五千人而回。 杨沃自己兼任镇南节度使, 任命秦培为洪州自治使。 靖南节度使杨崇本用凤翔、 宝塞、张义、宝义四镇的军队攻打下州。 匡国节度使刘之郡、 拦击方舟的军队, 斩首三千余级, 升秦方舟次使刘燕辉。 刘仁公率兵救援沧州, 屡次战败, 于是下令境内百姓, 男子十五岁以上, 七十岁以下, 全部自北兵粮前来行营, 军队出发以后, 如有一人在乡里, 立即诛杀不宽舍。 有人劝谏说, 现在老弱全部前来, 妇女不能转运良想, 这命令一定要执行, 滥杀的人太多了, 刘仁公这才命令, 胜任吃拿兵器的人全部出行。 在他们的脸上刺字字罢兜, 读书人就在他们的手腕或者胳膊上刺字, 一心是主, 于是境内的世人百姓。 除婴儿小孩以外, 没有不刺字的人, 刘仁公得到十万兵族, 驻扎在瓦桥。 当时, 汴州军队修筑营垒, 包围苍州, 连鸟鼠都不能通过。 刘仁公惧怕他们强盛, 不敢出战。 城中食物吃尽, 把土揉搓成丸子吞吃, 或者互相掳掠蛋食。 朱全忠派人到城下劝说刘守文, 援兵势必不能等到了, 为什么不早些投降? 刘守文登上城楼回答说, 我同幽州是父子关系, 梁王正在用大义征服天下。 假如儿子背叛父亲前来, 将怎么任用他呢? 朱全忠因他的言辞直率而感到羞惨, 为此延缓了攻击。 冬季, 十月秉须初六, 王健开始在蜀建立刑台, 王健面向东方五败, 放声大哭, 声称, 自从先帝大驾迁往东都洛阳, 致命不能通达, 请暂时设立刑台。 用礼盛, 郑田的旧事成立, 秉承制令拜官封爵, 并用绑贴文书告知所属藩阵周线。 刘仁公向河东李克用请求救援, 前后一百余次。 李克用痛恨刘仁公反复无常, 始终没有答应。 他的儿子李存旭说, 现在天下的形势, 归降朱全忠的藩阵已经十之七八, 向魏伯, 朕, 定那样强大的藩阵都没有不归附朱全忠的, 自黄河以北能成为朱全忠忧患的, 只有我们河东与幽州, 苍州了, 现在幽州, 苍州被朱全忠围困, 我们不与他们协力抗拒朱全忠, 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打天下的人不顾念小的仇怨, 况且他们曾经使我们困难, 而我们解救他们的危急, 用恩德安抚他们, 才是一举而明实相合呢。 这是我们在振兴的时机, 不能失掉啊, 李克用认为队, 与江左商量召请幽州军队一同攻打陆州, 说, 对于他们可以解除包围, 对于我们可以开拓疆域, 于是永远刘仁公和好, 召请他的军队, 刘仁公派遣都只会使李浦率领三万军队前往静阳, 李克用派遣他的布江周德威, 李四昭率兵与李浦共同攻打陆州, 下周向朱泉中告急, 戊须18日, 朱泉中派遣刘之郡及他的布江连淮英前往援救, 杨崇本统帅六镇的五万军队在美援驻扎刘之郡等, 发动攻击杨崇本被打的大败回归州, 武贞节度使雷雁公屡次侵犯京南, 京南刘后赫关闭城门自首, 朱泉中以为赫怯诺, 命颖州防御使高继昌代替他, 又派遣架前指挥使尼可福率兵五千束手京南来防备吴, 朱,朗州军队隐退离去, 11月, 刘之郡、康怀英乘胜进攻, 严等五州全部攻下了, 刘之郡家卫同平章士, 已连怀英担任保义节度使, 州, 齐州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 胡州刺史高雁去世, 他的儿子高丽接替他, 12月已有初期, 前上表举荐行军司马王景仁, 赵令王景仁兼任宁国节度使, 朱自中分初步, 骑兵数万人, 派遣行军司马里州一率领, 自河阳出发救援陆州, 润12月遗筹17日, 取消镇国军兴德府, 恢复华州, 隶属匡国节度, 分割荆州, 商州隶属幼国军, 当初, 唐昭宗被杀的恶号传到陆州, 昭义节度使丁慧率领将士, 身穿白色丧服, 长时间哭泣流泪, 等到李四昭进攻陆州, 丁慧全军归降和东李克用, 李克用任命李四昭, 为昭义留后, 丁慧觐见李克用, 哭着说, 丁慧我不是力量不足不能守卫, 梁王朱全中欺凌虐待唐氏, 丁慧我虽然受他举荐提拔的恩情, 实在不能容忍他的作为, 所以前来归附听命李克用对待他非常优厚, 地位在珠江之上, 几四, 21日, 朱全中命令各军备办攻城契聚, 将要攻打苍州, 人身24日, 听说陆州失守, 甲虚26日, 朱全中带兵回去, 在这以前, 朱全中争吊黄河南北的粮草, 由水陆两路运往军前, 各营的粮草堆积如山, 朱全中将要撤退, 命令全部烧毁, 烟雾火光蔓延树里, 在州中的粮草就凿州沉入水中, 刘守文派人给朱全中送书信说, 您为了百姓的缘故, 赦免我的罪过, 解除包围而去, 这是您的恩惠, 苍州城中数万人, 几个月没有粮食吃了, 与其把粮草烧毁化为烟雾, 沉水化为淤泥, 希望祈求剩余的粮草来救百姓, 朱全中留下几堆粮食送给他, 苍州百姓赖以得到接济, 河东军队进攻泽州, 没有攻下就撤退了, 吉州刺史鹏派遣使者向湖南请求归降, 鹏本来是赤石洞蛮的首领, 中传用他为吉州刺史,